有些地震有點油 造勢現場主角蔣萬安 人還沒到 地震先來 不緊張喔 不緊張 支持者放聲叫 準備隨時往外逃 蔣萬安在大安的造勢活動 碰上強陣 活動中心的吊燈 籃球架 一陣猛搖晃 台上主持人第一時間嚇壞 頓了幾秒連麻安撫大家情緒 蔣萬安在這場造勢遲到了 他在上一場的公開活動 就是跟城市中還有黃珊珊的飯局 去碰大小都比較低 地方公廟辦平安餐會 招呼怎麼打 蔣萬安尷尬笑 因為隔天就要到法院告發 陳時中涉嫌疫苗採購合約獨職 被名嘴轟立委身分不提案 卻提告辭局恐怕洋入虎口 他是洋太人 是個鄧玲洋票跑得很快的一個人 我認為這個全台北市 絕大多數的人應該認為 他在這方面做的問題很大 立委會當到這樣子很奇怪 他去告以前 他自己決議提出來的東西 陳時中將陷入司法疑雲 但更慘的是 他的年輕選票正大量流失 多數民調顯示青年支持度 黃珊珊已經超車陳時中 蔣萬安則緊追在後 就連綠營內部民調也曝光 青年支持度跟2020年 總統大選相比 衰退超過兩成 不過綠營流失的青年票 不是留下藍營 而是民眾黨 他們的抗中保台 他們的所謂的拉臺妹 這一招年輕人已經不再買單 民進黨抗中保台聲聲喊 換不回年輕人 藍營風綠最後王牌失靈 但如何搜刮年輕票 才是藍軍勝選關鍵 記者林欣先往吃橫台北採訪報導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